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偉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東京地下鐵的銀座線一日遊 只要600元的乘車券,你就可以無限的搭乘玩一天喔 來東京玩一定會搭乘到JR以及地下鐵 JR是Japan Rail的簡稱,就等於台灣的火車 而地下鐵則是台灣的捷運 東京地下鐵又可以分成Metro以及都營兩家公司 今天我們要利用Metro的銀座線玩一整天 銀座線涵蓋了淺草、上野、日本橋、銀座、秒餐道、澀谷等等的重要觀光大站 也因此非常適合安排一日遊的行程 行程的Google Maps,幫大家放在資訊欄 第一站我們從淺草出發,先帶大家去吃早餐 以下推薦淺草的幾家餐廳 第一家是我個人對待的February Cafe 簡單文青的裝潢 搭配定番的奶油吐司加咖啡套餐 奶油吐司簡單,但是做得很到位 位在魚田川旁的Suke 6 Diner 裝潢一樣不會讓你失望 餐點好吃之外提供更多的選擇 最後是喜歡昭和風咖啡廳的人 直接選擇這家Lodge Akaishi就對了 另外大家可能會看到今天的天氣是雨天 然後我們後面用的空景是晴天 但不用擔心那是我們昨天才拍的2022最新的淺草 淺草這邊除了淺草寺以及重建市商店街之外 周遭的區域有蠻多商店街小店也都蠻好逛 接下來就幫大家一一的介紹 淺草寺是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的寺廟 起源可追溯到西元628年 其充滿東方歷史風味的外型 以及門口的雷門大燈籠 都是這裡受到東西方旅客熱愛的原因 經過燈籠後就來到重建市商店街 好現在大概是禮拜一的早上9點半 就在我錄影的同時人已經開始多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礦一下這個重建市商店街 重建市商店街有賣各種紀念品 以及不少道地的小吃 好現在要來試吃這個非常有名的雞背糰子 我看它上面沾很多這個應該是黃豆粉對不對 嗯對 好 嗯很好吃耶 嗯 你出國的時候會用到飯店或咖啡廳的Wi-Fi嗎 你想追的劇發現台灣的串流平台竟然沒有上映嗎 你有過一出國就發現賬號被盜的經驗嗎 以上都是身為旅遊行的YouTuber東橋的親身體驗 所以讓我們感謝今天的乾店 Nord VPN VPN是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的簡稱 簡單的說就是可以讓你連結不同地區的網路IP 還可以透過加密技術 藉此保護你的網路安全隱私 如果想追的劇剛好台灣的串流平台沒有上映 就可以用VPN連接到其他國家觀賞 反過來說 如果出國回飯店怕被爆雷想追劇 發現在日本不能看的時候 也可以連回台灣的IP來觀看 出國使用飯店或咖啡廳等公用Wi-Fi的時候 也記得連上Nord VPN 透過加密技術保護你的帳號安全 不要像我以前一出國就發現帳號被盜 透過中間總結橋的專屬連結 現在還有30天試用免費退款的優惠 自己體驗看看好應用再續訂 一個帳號最多可以試用6個裝置喔 讓我們再次感謝Nord VPN贊助本支影片 中間市商連接走到底 就來到寶藏門 穿過寶藏門後就來到本堂 淺草寺不僅是給外國觀光客來訪的 其年間參拜人數約在3000萬到4000萬人一次 為全日本第一名 這邊就是買獄手的地方 好那我們淺草寺差不多就這樣了 接下來會帶大家在周遭的一些商店街逛逛 前草寺周邊的小巷也都很有風味 建議花點時間在這散步 與中間市商店街垂直的傳法認通 有不少小吃可以買 然後這家前草MEN CHI 是賣那種炸肉餅的 看起來應該是很夯 一大早就蠻多人在排隊 我剛剛一咬下去 它裡面的肉汁整個爆出來 然後它洋蔥很甜 肉的味道也很濃郁 再加上外面炸的脆脆的燒到吃了 我上一月券只要600塊就可以讓你無限次的搭乘 東京地下鐵 上野這站我們會把重點放在阿美恆丁以及上野公園 要抵達阿美恆丁還蠻簡單的 從剛剛的5B出口這邊 一路上來之後直線一直走 還經過UNIQLO不久後 左手邊就可以看到大大的阿美恆丁的入口招牌了 阿美恆丁這邊的特色主要就是 一條街裡面有很多秘籍 然後也有便宜的藥妝店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阿美恆丁這邊其實說實話就是一個 一個類似菜市場傳統市集集合的地方 所以除了很多藥妝店之外 也有很多蠻道地的餐廳 或是賣一些乾貨水果等等的地方 阿美恆丁快要走到底 從右手邊的巷子就可以看到 二木果汁 這個店家很大而且商品蠻齊全也蠻便宜的 如果想要買各種就是紀念品 餅乾阿泡麵阿等等的 真的可以來這邊好好的逛一下 到底這邊是芋圖丁站 這邊其實有一棟超級巨大的UNIQLO 然後GU 記得樓下好像還有一些賣海鮮阿水產的店 其實也可以來逛逛 我剛剛這樣走了一下 發現上野這裡真的很方便 就是阿美恆丁走一下 應該只要10分鐘15分鐘 然後就有非常多密集的店家 藥妝店等等的 然後阿美恆丁走到底之後 往那個玉圖丁站的方向 往左再走個3分鐘吧 就可以到多慶屋了 然後剛剛中途沒有經過二木果子嘛 所以其實整個路程來說 20分鐘內就可以廣到超多東西了 真的是還蠻爽的 多慶屋的A洞已經目前沒有營業 看起來貌似開了一個新館 根據12月17號的官網資訊 A、B洞目前重建中 有開放的是新的 TAKAYA ONE 以及改名為TAKAYA 3跟4的舊館 除了阿美恆丁可以逛街之外啊 我們這邊也推薦大家來上野公園走走觀光 這裡很適合你喜歡散步看風景啊 或者是你是有帶小朋友的 然後櫻花季的時候 這邊也會有非常漂亮的櫻花 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3月前站的車站這邊一出來呢 就可以看到一家試停TELAS 然後這上面呢有我們的成品 因為這兩站之間的距離還蠻短 而且是一直線 我們現在帶大家從3月前散步到日本橋站 3月前跟日本橋這一個小小的區域 給人一種新舊交錯的感覺 因為這邊不但有一些像KORETO市庭的商業設施之外呢 也有一些富含歷史的建築物 像是日本橋的3月前本館就是日本第一間百貨公司 還有日本橋本身也是別具歷史意義 是日本的公路的開端 3月前的車站一出來就可以看到 文華東方酒店 巷子這邊一轉進來就到了KORETO市庭的一二館 就在KORETO的旁邊有一個小小的福德神社 讓這邊又更加增添了一點新舊交錯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也是在東京旅遊的魅力之一 這兩站中間散步的話非常的輕鬆 文行道很寬之外也是單一的方向 只要出站後先查好前往日本橋站的方向之後 直直走就對了 現在遠遠的可以看到那個高架橋下面的橋 就是日本橋了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了日本橋站了 日本橋這裡也有蠻多不錯的產品 我們推薦幾家給大家 零座站這邊站也是比較大 那如果可以找得到的話呢 建議大家在這幾個A15790 這一個交叉口出來就會是最熱鬧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是從A5出口 零座站這邊也是逛街的主站場 零座線上的站的景點還蠻多 都是適合購物跟美食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來東京玩 覺得我要逛街跟吃飯一整天的話 零座線這條線的行程就會很適合你 另外如果你已經散步到東極Plaza銀座這邊 也蠻建議大家可以到一家 無印良品的旗艦店去看看 然後這個區域其實已經蠻接近 另外一個站叫做遊樂町 東極Plaza的對面也有Lumine 還有板極的男士百貨可以逛 從這個GAP的旗艦店走進去 就來到這一條 冰木桶 冰木桶這邊就可以前往 無印良品的旗艦店了 這家無印良品的銀座旗艦店 它除了一般的無印良品之外呢 也有無印良品的Hotel跟 無印良品的食堂 這邊分享兩個私房景點 在Ginza 6跟銀座東極Plaza的樓上 都免費的觀景台 可以一覽銀座的城市風景 如果想在銀座停留久一點 或者逛累了 想在這邊吃個下午茶 也可以參考影像的餐廳 我們現在來到了倒數第二站的表餐道啦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B4出口 各方向是青山 這一整條筆直的就是表餐道 這個方向走一直走 就會到元素跟名字的神光 表餐道這邊 真的就是主要是精品的基站區 那它也有一些化妝品跟珠寶品牌等等 如果你對精品不是那麼有興趣的人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跳過這站 直接到色口 那因為我們這次做的是地鐵線 一日遊嘛 所以就沒有特別帶大家繞過去 可能元素啊 明治神宮那邊 但如果你自己對這個區域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安排散步到明治神宮啊 帶帶木公園那邊玩 其實也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地下鐵銀座線的澀谷車站 是在疫情期間修整完畢的 裡面的設施啊什麼的還蠻新的 是我之前沒看過的 這張車票最後一次使用 來到了澀谷車站啦 車站出來這邊的指示還蠻清楚的 只要改搭其他線啊 或者是 一這邊就有馬上可以前往JR的 中央改札 而且呢 銀座線的車站 一出來 就會跟 2019年末新蓋的 應該說新開幕的 Shibuya Scramble Square 整個接在一起啦 銀座線的出入口是在三樓 如果要直接到地面的話 往下兩層 就可以到一樓啦 我們來到銀座線 預遊的最後一站 澀谷啦 那因為澀谷這邊 本身呢 景點就非常的多 再加上在 疫情期間呢 也有一些新的設施開放 那我們接下來 就連同新的設施 還有一些 舊的景點 一一介紹給大家 從車站一出來 就可以看到傳說中的 澀谷十字路口 這裡世界最忙碌的 十字路口之一聞名 來這邊來回走個兩圈 我覺得就值回票價了 澀谷這裡也是蠻好逛 跟前面幾站比起來 這裡的店家就很平易近人 像是迪士尼的旗艦店 2019開幕的 Scrambles Square 澀谷Paduko 超大間超有光的loft 我自己就在這邊買過不少東西 2020新開的宮下公園 結合了商業設施 餐廳以及頂樓的公園與一生 旅遊開放後的各位 肯定是要來朝聖一下的 另外推薦一個私房景點 澀谷Stream 這裡的重點是附近重整後的街道 晚上來這裡散步很舒服 在以上景點晃來晃去的期間 應該免不了會經過澀谷 Santo Street 這條街聚集了許多餐廳跟店家 最重要的是 給人一種濃濃的東京街頭感 只能說澀谷這整個區域實在太豐富 大家要自己挑挑想逛的店家 或者你看到這邊決定把五日遊 改成六天也是可以啦 今天我去找一次 我開心心中的電話 中間都會有好處 這裡的下廊 等到兩小時 這邊的下廊 燃爛 好,我們先從東京斗橋 我是鮑伯 我是文恩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2019年11月才開幕的是 We are Scramble 在裡面大人氣的觀景台 We are Sky 帶大家去看看夜景 這邊的門票一張是2000元的日幣 那它有指定可以上去的時間段 從剛剛上來的那個電梯的動畫 然後到它整個建築物光線 線條的設計等等 超讚的 這邊跟六本木之丘都一樣 屬於室外的展望台 但我覺得這邊比六本木之丘在好一點點的地方 就是它的活動空間比較大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到處走到處拍 這個區域它也有提供室外的座位 讓大家可以做什麼欣賞夜景 這邊那個角度的角度拍起來是最好看的啦 我後面那個沒有全部照起來玻璃的那個SPA 因為實在太熱門了 但是呢 相信在這邊拍照應該是最好看 那如果大家來這邊的話 要自己振作一下排隊的時間 有可能要到30分鐘或是一小時不等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我們在 在SHIPYA SCRAMBLE的SHIPYA SKY掌握台介紹囉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看看喔 寶寶 吃完 有機會